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會極速開箱我在日本東京的戰利品 這些東西我都已經放了三個星期了 但是我又很想用它 所以就要趕快拍這條影片 這條影片我是沒有組織過 還有我都不太記得我買了什麼 所以稍後可能會說到1999 不過不要緊啦 我想你按得進來都是想看我怎樣花錢 還有你可以在日本怎樣花錢 如果大家都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subscribe我的channel follow我instagram 我買了很多這隻面膜 我去旅行之前已經上網看到有人介紹 所以我一心去找這隻面膜 我去了很多地方 我發現不是每間藥妝都有這個買的 我最後發現是DONKEY有最多這個 和最多款式選擇的 所以如果大家去找 就可以直接去DONKEY找 不用去其他地方慢慢找 它是一包裏面有八塊的 不是獨立包裝 類似LULULUN LU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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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面膜 我昨天已經用了 我特意開了一包來試 我覺得 首先一打開就會覺得 香料都很重 但是它的面膜紙是我喜歡的 即是它是交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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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格子的 感覺它就可以吸到很多精華在裡面 即是它上面的時候是很薄的 就會覺得精華都吸在裡面 然後慢慢吸到我面上 它又不算很多汁 即是不會滴在下巴 我覺得它不錯 就是它的精華是吸在面膜上 上面的時候不會滴在下去 但是你又不會覺得敷了很久 我都好像很乾的 因為這些通常是覺得它一開 就要快點用完 因為如果不是 那些精華就會沒有了 我又不太覺得 昨天敷了大概15分鐘左右 都還是很水潤的 即是不會覺得乾了 我要蚊了 就沒有這個感覺 原來它說只是敷5分鐘 但我昨天敷了15分鐘 沒事 因為我去完日本之後 臉就有點爛爛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冷 還是因為吃得太多東西 那我昨天敷完 我覺得今天上妝呢 都貼的 即是沒有覺得皮膚好像很差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它是挺好的 幸好我都買了 一共五包都可以很久用 我想是五百多六百日圓 因為我是在幾個地方分別買的 我覺得價錢都OK 大家也可以試一下這個 五色度 RISM 這個是維他命C和肚 這個是維他命E和茶樹 這個是保濕珍珠 這個是蘆蕙 我買了這隻粉底 這個是日本乾原度 五色度 Cogendo 不懂得 乾原度 現在我是用這個牌子的碎粉 它是很好用 其實這個牌子是出名底妝的 為什麼我會買呢 我在機場看到它在做這個折扣 是2000日圓 對上錄就是820港幣 但是我剛剛搜尋它 港幣410港幣 所以我在機場就馬上買了 雖然我不知道它的顏色是否適合我用 還有是否好用 其實我是有試過上手的 我覺得它好像很薄 我一向平時都很厚裝 所以不知道是否適合我 我有看過它的到期日 是未到期的 即是不是就快過期的產品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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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極度水潤 嘩 超薄的 Bessy 很舒服 摸下去 顏色我覺得 嗯 好像黃了一點 但我這樣看 我摸下去是很水潤 超容易推的 不會說是很實色 很難推 很難才blend得開 我想試一下上臉 顏色其實應該上臉都ok 可能是手差一點 而且我一看到它 塗完之後過了一會 它好像變了很made的感覺 好像上了碎粉 即是連碎粉都不用上 我之後有上網看 它就說可以有16個小時持妝 我就不知道是否相信它好 我之後再試一下 但2000日圓真的沒有東西可以挑剔 這個是在城田機場集內的DFS買的 大家記得飛之前就留點時間在裏面逛街 因為裏面的東西真是極划 它除了這個brand之外 還有其他品牌 好像Shiseido那些都在做discount 然後就是一個袋子 就是這個boy and chain 我在上一條影片開箱袋已經有說了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那條影片 簡單說一下這個袋子大約5000日圓 很多百貨公司裡面都有得買的 它裝到極多東西 所以我就忍不住買回來 粗用粗用 這隻口罩我本身就得買來在日本戴 戴完之後發覺真的超美 是整個人變了很假妹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 它戴完之後臉真的會小了 然後整個輪廓會很深 因為它前面是刀刀的 就會看起來你的鼻都好像高高的 還有嘴巴這個位置都刀刀的 它這個位置又收得很漂亮 真的會看到你這個面部的線條 還有它的帶子很漂亮 它另一樣好就是因為它口罩裡面 是做到好像膚色粉粉的色 所以如果你是化了妝帶再脫下來的時候 裡面就不會好像戴白口罩 一脫下來黏粉底 看起來就沒有那麼尷尬了 我記得好像五百五十 日圓還是五百多日圓左右 一包就有七個 雖然不知道大家還會不會買口罩 但是我覺得買好幾包在家裡 以防萬一都可以的 而且它又漂亮 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超級推薦大家去試一下 又不是間間藥妝有 又是需要找的 而且它是極多顏色的 所以你可能要多走幾間才會找到你想要的顏色 這支洗頭水我是見過在香港買二百多元的 我在Donkey我看到好像是便宜一半 百多元我不太記得幾錢 所以我就買了 它是粉紅色的上色洗頭水 因為我去之前就染了一個紅紅色的頭髮 所以我看到就先買了 雖然我不知道上了色之後會變了怎樣 但是因為真的便宜一半 我覺得我又是不買我會後悔 就先買好 又是有支粉底液 這個是我去之前已經看好了要買的了 它叫做Kiss 好像是沒有那麼多人認識的 但是它跟Kiss Me這個牌子好像是沒有關係的 我就買了一號色好像是最白 我記得它好像是一百元港幣左右 那是一些開架的品牌 我上手的時候又是覺得它很薄的 即是又是塗了不知塗了什麼 它沒有剛才那支那麼水潤那麼容易搓 但是這樣推開之後 我現在過鏡看 我未用我的眼睛看 我覺得它好像挺均勻挺漂亮 我喜歡這個質感多些 這個看起來是日本妹的白色多些 白之中是帶一些粉嫩的感覺 它很漂亮 我不覺得它好像很死白的感覺 相信上面是會很紅潤 好像很精神的感覺 這個是有少許裸妝的感覺 它遮瑕就沒有剛才那支肝源度那麼厲害 因為我也看到有綠色的眉絲血管 但是剛才那個就遮得好一點 所以這支是薄過剛才那支 但是同時間我覺得它的妝感是比剛才那個 今次我有行一百元店和三百元店 在兩個地方我都買了很多東西 今次我在一百元店買到黏了 你想想一百元即是六元港幣 香港的十二元店是十二元 一百元店是它的半價 這個是因為我的朋友結婚 所以買了那些禮事封 超漂亮的 這個是貓貓 還有它是一百元 是有三個 但是在香港十二元店 很多漂亮的都是只有一個 這個是極漂亮 三個唯起兩元一個 不是價錢的問題 是它很漂亮 所以我就買了 祝你白頭到老 新婚快樂 它是這些簾 我就是打算買來換款的 又是一百元 好漂亮啊它 極田圓風 我感覺到 有感覺有感覺 是fit的 它好像有兩種顏色 我這個是米色 上面有草莓葉葉 還有花 六元 那我就買了兩個 買了這一堆東西 我真的抬回來 它是什麼呢 六元 可以入洗碗機 微波爐 還有焗爐 這個粉紅色的 是不是很漂亮啊 買了兩個白色 再加一個粉紅色 它是深型的 一樣可以入洗碗機 微波爐和焗爐 藍色 這些我想在現在加斯米 都要十幾元 行不行 當然啦 它都是Made in China的 你都不要有幻想它Made in Japan 它有三種顏色 一個是粉紅色 一個就是啡啡奶茶色 一個就是白色 一樣我都不知道拿來做什麼的 但是呢 我不買我會後悔 所以我總共買了兩個心形 三個小碗 還有三個中尺寸的 不是Daiso 它是Serria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S-E-R-I-A 我是在觀山那家買的 300日圓 即是3日圓 它應該都很多地方有的 都不需要特別找 那這個呢 就是餐墊 因為呢 我是覺得很漂亮 我之前好像在現在加斯買 都是差不多價錢 但我覺得它這個好像比現在加斯那隻 原來它有款體的 捲起來了 我以為只是這個顏色 原來打開之後呢 是這樣的 有兩個的 漂亮 我喜歡 很搭我家 夾仔 它這些夾仔呢 雖然到處都是 但是它是很重手 300日圓的產品 還有這個筷子 是五款不同的木 都是Made in China 現在加斯呢 它有一隻好像十多元 都是有幾對的 即是最便宜的 即是最便宜的那一隻 那個價錢呢 它是極容易發霉的 即是我本身是買來 可能煮食的時候 混合食物 但是 都是極容易發霉 然後我就扔 扔扔一下都沒有了 今次看到這個 我覺得極漂亮極漂亮 就買了 完全沒有印象 我在哪裡買的 但是因為我很喜歡富士山 這個是赤富士 我看到就買了 我真的完全不記得 它在哪裡買 多錢我都不記得了 明信片 但是我會放在家裡 裝飾 我是有時候在家浸浴的 而且我對一些很漂亮包裝的肉鹽 是抗拒不了的 這個是什麼營銷手法呢 就是肉鹽的包裝一定要做得漂亮 然後我這些膚淺的人就會買 這個是在鮮台買的 我之前都吃過的 它就是一些紫菜碎 但是是有海膽的 煮麵又或者直接拌飯 拌粥吃都是很好吃的 那我就買了 喜歡海膽的朋友看到 一定要買來試一下 這個呢 我是走這個 這個 糟了真的有些老母還是老人癡 日本回來兩三個禮拜 已經忘記了所有東西 這個地方是什麼 很多古著的地方 哎呀 忘記了它叫什麼名字 不過不要緊 這間店好像有很多間分店 它是賣貼紙的 然後它裡面的貼紙是很漂亮的 我本身是打算拿出來拍照的 但是後來他們有人停止我 就說不可以拍照 但是他們是很有禮貌的 就說sorry no photos 那我就沒有再拍了 它是極多款的 多到你在這麼小的店 都可以走了大概成三個字 我就買了這個草泥馬 因為我是草泥馬的粉絲 Hey the line 獨裁禁止 不過它的貼紙是不便宜的 300日圓 即是十幾元 但是它是防UV和防水的 不知道是不是 這個超漂亮 即是臨給錢的時候看到的 又是富士山 它是一個磁石力的 它的樣子就好像那些瓶蓋一樣 就買了 這個極漂亮 極有感覺 好像在雪櫃裡 然後給錢的時候 姐姐跟我們聊天 問我們from where 之後就送多一張貼紙給我們 所以喜歡貼紙的 真的要找找這一間 走 糟了還沒記得那個地方叫什麼名字 三個字 很多古著的 這件衣服也是我 忘記那個地方名字買的 我到現在都忘記了它叫什麼名字 總之我就買了這件衣服 但是這個不是古著來的 它是一個全身 即是一個新衣服 這個就是selfie freak 我被它後面這個公仔吸引住 就買了這件衣服 還有selfie freak 就是我 所以這個就是我 只懂得自拍的人 我覺得它前面很特別 有個Polo的領 下面是拉鍊 就可以拉開 裡面穿的背心 就有另一個穿法 它好像是400-500元左右 我覺得那些衣服是很漂亮的 摸上去這裡是很滑 而且都很厚 我想可能要下年才可以再穿 但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公仔 我還沒記得那個地方是什麼名字 接下來真的要跟大家分享 我是有買到clay the paw的 是便宜到瘋了 不是開玩笑 為什麼便宜到瘋了呢 除了是因為匯率便宜之外 在這個銀座重屋用銀聯卡買東西 還會有九折 這個粉餅是我一直有用開的 是極度好用 所以我這次是回購的 因為它本身是分開了三樣東西買的 一個是一個盒子 一個是一個掃 又或者一個pot 一個就是粉餅本人 因為我的盒還用到 而且我覺得不需要買一個新 我就沒有買到那個盒 所以我買了一個粉餅review 和一個掃 本身整套東西在香港買 好像要1100港幣 我買了這兩樣東西 是1890日圓連賣稅 就是testfree買之後 應該是10,000日圓左右 是600元 就買了那個粉餅 其實買了粉餅盒 我記得好像是2000日圓內 總之整套東西都可以便宜了幾百元 如果你是有用開的 又或者沒有用開 很想試clay the paw 真的要去這個銀座重屋 它好像只有幾個brand用不到 LV就不行 但其他的精品品牌 都可以有九折優惠 多說clay the paw這個粉餅 我覺得它算是幾難用的產品 如果你是皮膚很好很漂亮的情況下 它會令你的皮膚更加漂亮 但如果你的皮膚狀態不好 你用完它之後 你會覺得更加差 用完之後 不知塗了什麼上面 就會覺得它極不值 但我多數是拿它出去補妝 所以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容易用 而且可以耐用一點 有空先掃一下吸油 而且我是極喜歡它這個掃的 我本身很介意拿一份POD外出的補粉 一來很厚 二來覺得要手很乾淨 我才會夠膽碰那份POD 如果用這些掃 我就只拿著這個位置 就感覺掃頭也會乾淨一點 我才放心用 我在VGO沒有買衣服 但買了電話繩 這一條 這個膠是另外買的 鐵鏈是799日圓 另外一塊膠片是300日圓 兩個加起來是1000日圓 其實好像不算很便宜 但因為我回來香港V稿看 就發現它沒有什麼款式 好像只有兩條放了出來 但當時我在元宿的V稿看 它整大牆都是電話鏈 都是電話繩的 是很多款式的 有些可能是繩子 有些可能是粗鏈 有些是珍珠 每款就不同價錢 我就選了這個右鏈 因為真的最容易用 但是我想說 它這個鐵鏈好像幾容易勾爛衣服 因為我當日做姊妹 就戴了它 就是兩個小時左右 就勾爛了我的裙子 我不知道是那個姊妹裙的尿差 還是都會勾爛我其他衣服 我有點擔心 那可能我要試穿一些霧特衣服 出街才揹這個 但我挺喜歡它這個設計 就簡單單單 不會說很浮誇的感覺 這件是除了Clai Deport之外 我買得最興奮的一件東西 就是這個 不好意思 就是這個 不懂讀的帽子品牌 CA4LA Caf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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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讀呢 我是第一次買這個牌子的帽子 有些人說得很漂亮 我戴完之後 真的覺得很後悔 不買多兩頂 我現在戴給大家看 為什麼真的會後悔沒有買多兩頂 哇 這個呢 我本身呢 我對這些 這個模型 我是完全沒有好感的 因為戴完之後 會很老 而且覺得不太適合我 現在我這樣斜打 我已經覺得很漂亮 它就有教我 就是這樣是一個款 另外呢 你可以把它推向前面 又是第二個感覺 真的第二個感覺 就是這樣呢 就好像 拆仔帽子 又堆在後面 就像畫家帽的感覺 多一點 好漂亮 過鏡看都覺得自己很漂亮 咦 還沒完 好漂亮 我已經決定買的了 然後呢 售貨師教我另一個大法 就是把它反轉大 Oh my god 來了 又是第二個大法 又是可以把它推向前面 又或者推向後面 我很後悔 它有幾個顏色的 我現在上賣了黑色 它說是新款 但呢 其實它這個位置是 鏡皮 我自己有一點不喜歡 但後來又覺得 因為它只有這個位置 是鏡皮 我覺得如果夏天帶呢 都還可以接受的 還有呢 它裡面還可以調整 沒有那個大小的 但是我基本上沒有了 我買這個最小的尺寸 已經是適合了 我有一些發現 原來我喜歡戴在後面的 好像這樣戴呢 再好看一點 這樣戴呢 即是你這樣看很漂亮 我想說在後面看也是很漂亮的 即是它突然間變得超有型 好像一些街童的感覺 前面是一個畫家女 後面是街童 畫家女 街童 畫家女 7000多日圓 唉 又有人去日本了 可以幫人買黑色 嗯 很想要 接著那些可以說得很快 因為都是一些普通的東西 GU的衣服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去到日本都要買GU 但是呢 是便宜的 我記得好像是 這個背心 不便宜的 這個1000日圓 但是為什麼我買的呢 我記得好像是說 是新的產品 還有是不知道什麼限定 但是不是 我相信之後香港都會有 對 有什麼特別呢 背心卷 這個呢 就是我在它的特價區買的 那 好像不是很我的Style 但是因為它是特價 590日圓 不知道有沒有人去過成田 通常就會在成田機場搭飛機 但是其實成田呢 有個成田市是很好走的 那因為我以前做空姐的時候呢 是住附近的 所以我是經常走那邊 這次呢 就特意過去 打算再走一下 我買了這個 什麼 羅摩 什麼摩 羅摩 達摩 我買了這個達摩 它呢 是有很多顏色的達摩 有紅色 粉紅色 金色的 我就買了這個黑色 黑色呢 這個類似好像是 好運 什麼都好運 原來很便宜的 我以為都需要少少錢的 但原來只是好像1000日圓 即是六十多七十元 然後這個黑色呢 很有型 它後面就寫著成田山的 另外成田那邊呢 也有一個很有名的寺廟 那我今次呢 也有上去 又是買了一些符 我也是挺喜歡去日本行寺廟 然後買那些符 今次就買了兩個 都是很有紀念性的 這個就是 都是一些開運 上面寫著成田山 然後呢 另一個呢 就是 錢 錢 財運 我自己是極喜歡買這些東西 即是不是說買了就 一定不行 但這些呢 是很有紀念性 你每次見到就會記得自己去過那個地方 所以我基本上每次去什麼寺廟 都一定會買這些符回來的 那因為今次呢 我是去了 青森那邊 那青森呢 就很出名吃蘋果的 所以就買了很多這些 蘋果肝回來 我吃過的了 是好吃的 但我沒買之前呢 都覺得要買這麼多回來 是因為 我去到老戀那麼遠 就當然要買一些當地的東西回來啦 這個是愉快動物餅 很多蘋果肝 這些蘋果糖 這些我全部都吃過的了 是好吃的 可惜我未必會再去 所以未必會再吃得回 所以要好好珍惜這些食物 最後一樣 超無聊的東西 扭蛋 說起很好笑 嗯 它五個山裡面呢 有兩個富士山 那即是有五分二機會呢 我是抽到富士山啦 所以我就抽了 What's that? Hello 什麼來的 這裡還有一塊 這個 這個是什麼來的 你試試Full 你夠膽你的Full 告訴我這個是什麼來的 突出來這塊 啊 嘩 我不是很知道這塊是什麼 摸下去呢 質感都不是那麼好 唉 我的人生就是這樣 扭蛋都扭了一隻不知什麼出來 還有一條椎子 今天的極速開箱就極速完成了 總括一下有哪幾間很推薦大家去買 首先就是這個帽 Caforla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讀 Caforla 這個帽一定要去便宜 不便宜 不便宜 然後就是Credepore 要去重屋銀座買 因為用銀聯卡 是有九字 好像賣廣告一樣 不是 是因為真的便宜 第三樣就是100日圓店和300日圓店 100日圓是極級推薦 你是要去掃貨 你想想香港的半價 那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都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comment like和shar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